行政院宣布开放福岛食品输入台湾 台中市议会国民党团立即召开记者会 强烈谴责批评中央市拿人民的健康换取未知的未来 要求比照福茂和四大公投下乡召开三百场以上的说明会 才能够进行讨论解禁其成和配套 也要请台中市政府要求严格执行食安自治条例的规定 从严管理从重处罚 国民党团的议员集体大声怒吼 批评中央政府是拿人民的健康换取未知的未来 行政院宣布松绑对福岛周边的食品管制措施 宣称要比国际标准更严格来为国人的食安把关 而对此台中市议会国民党团也立即召开记者会强烈谴责 那今天中央宣布通过日本核灾区的这个食品进口 那行政院表面上其实它是以输入管制为名 可是是以开放解禁为使的这个严重来违法民主的这个程序 政府应该要强力的来办说明会 来说服民众 说服国民说 这个东西没有问题之后才能再回过头来去研你要怎么样 开放但现在是完全先射箭再画吧 议员表示2018年全国性公投国人展现反对服食进口的意志 而行政院表面上又以输入管制为名 却行开放解禁之时 严重违反民主程序 行政警官的拼命决定 先射箭再画吧 呼吁一整一信一通电话给民进党明代 呼吁不要进口核实 我们的执政党居然用片面的一个决定 要进口这些福岛等相关五线的这个食品 其实这对于在2018年的时候 779万的民众投下反对核摘食品的民众 可以说是大打了一巴掌 国民党团呼吁要求比照服贸及四大公投 下乡召开300场以上的说明会 才能进行讨论解禁的旗程以及配套 也请台中市政府要求严格执行 实案自治条例规定 从严管理从中处罚 质阳纵还台中采访到